這樣子的一個會議形式 就是過去兩年多來 陳水扁在當任總統的時候 所跟法庭上的蔡守遜打官司 原來他面對的陣仗是這樣 所以一直兩年多來 他的心結很難解開 就是他面對了 這麼一個龐大的律師團 而這些律師團在出庭之前 雖然不同被告 理論上要有不同利益 但是他們是在一起開會的 文家你聽聞過像這樣子的會議嗎 我有參加過 你也參加過 地點不是在那個 那個叫做陳林 不是在陳林法學基金會 他是在那個 陳濟勝陳教授的那個 叫台灣法學會那個地方 那我所知道陳林是在中校東路 那台灣法學是在北平東路 離民進黨部不遠 那時候我去參加的時候 的確 兩位大律師是主持人 那個陳濟勝老師 跟那個陳傳越大律師 然後包括 大家熟悉的顧立雄顧律師 幾個國務基礙費的 共同被告律師 所有人的律師都在 對 都在 大的小的律師都在 洪偉勝 洪桂山 楊芳碗 等幾位律師都在 那 還包括兩位學者 我應該知道是誰啦 兩位學者 對 他們兩位是提出 國家元首機密特權的 法律原始概念的學者 是司法院先進 跟法務部高層嗎 不是 他們是學者 真的是學者 都是純粹學者 沒有任何公職身分 我應該可以確定 那我受邀在裡面參加的部分 應該是前半段 我們前面都會談就是說 其實就是 他會用很多資料來 像我們從社團代表 他會跟你解釋說 這個事情 當總統受的委屈是什麼 我覺得基本上還是一個 跟我們解釋說 沒有啦 沒有去購買那些錢 國家元首機密特權 是怎樣 有的事情 是真的做過的 還不能說 我的確有參加那樣子的東西 那可是大概 會有後半段 大概前半段就 我們會離開 那後面剩下應該都是律師 那我不知道 那個陳正惠女士所指稱的 除了地點 跟我參與的地點不一樣以外 是不是我的前半段 跟後半段的會議 是不是有什麼差別 這個我沒辦法做後半段判 那的確我前面參加的部分 是講很多這些什麼 特別是國家元首機密特權 每次給我們一大堆資料 然後學者 大律師都跟你解釋說 這個東西是怎麼樣 怎麼樣 這我的記憶是這樣的 不過這樣子有沒有法律問題 就是開庭前 這樣子的一個聯合討論 我覺得是有的 看你的情況 律師 他可以告訴當事人 你去 你可以保持監默 你可以不講 或不治正己罪 什麼 把他的法律權利都告訴他 那在那個 審判長不當的訊問 或者是 審判官不當的結問的時候 他可以 聲明意義幹什麼 這個都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說 當事人要作證 他如果是當證人 要作證 而拒絕了 準備說出實況的時候 李律師 他沒有要偽證的意識 所謂教授是 他本來就不想做偽證 然後律師告訴他 你要這樣講 要來做偽證 當然 他如果是被告 被告說謊 就沒有偽證的問題吧 他如果去幫人家做證 證人有說真實的義務啊 律師叫他去說謊 然後幫別人脫罪 他當然有教授違證啊 不過這些人都是被告啊 當然 看他那時候被傳那時候的身份是什麼啊 你是單純的證人 還是共同被告 互相的結婚 這都已經是起訴後的事情了 所以這些人應該全部通通都是被告 所以是細節 所以你說有沒有犯法 要看具體施證而定 否則的話他們一定講 這個是我的被告防禦權 我被告的防禦權 所以你要看具體的施證來決定 他到底有沒有犯法 但是是違反律師的守則的 我覺得剛剛開始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幾分鐘前啦 我們好像都講說 這律師都這樣 就是開庭之前的一種好像策略會議 但是我這個外行的 我必須先承認是外行 我覺得如果你細細去想的話 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點的話 你看我們這個開會裡頭那些律師 都不是阿扁出錢聘的律師喔 都不是喔 這些是基於同志啊 情誼啊 理念一樣啊 挺他的啦 綠的啦 我想這裡都沒有一個 大概是基於道義 基於情誼 這個我要先打斷 為什麼 因為那麼多被告 律師都不一樣 大家總開個會 這個才不會 不會重複你 後來 矛盾你知道嗎 後來扁案 用錢請來的律師沒有一個在裡頭 有嗎 是沒有喔 那我認為 你是什麼鄭文龍1010喔 對 那個時候是沒有 我在講 但是我認為 如果大家去討論說 要怎麼在法庭上做防禦啊 什麼事情可以多講 什麼事情應該避開 避重就輕 大家後 你這個先講 他後講 是當作一種策略會議的話 這不違法 我覺得是可以 對 或是這事情 你假講假壞 減講過 我覺得這也可以 對啊 但是如果說 比如說南線專案 這種無中生有的 捏造的事情 如果是阿扁講了 而這些律師也都被騙了 也覺得阿扁說這些 那他們舊南線法案去說 你要怎麼講 這我覺得也還可以 但是如果是阿扁是捏造的 而這些人也知道阿扁是捏造的 但是舊南線法案 將來怎麼去presentation 你去講的話 那我覺得這些人是不應該的 對 很清楚阿 不過我是覺得 這種會議是不應該的 兩個地方 你能不能證明這個當時 在國務計畫被起訴之後 這群律師跟三個當事人之間 每一週所開的會議 是一個篡政的會議 現在在實務上大概很難證明 但是絕對是個不應該的事情 國務計畫會那個 從06年起訴以後 後來在策略手上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進入實施審判的程序 但是這三個當事人 陳正惠 馬永成 林德遜 他們是被告 理論在 按照群怒推估 他們應該也會變成互為證人 那這種情況之下 每週見面 又彼此的律師團在那邊 談這個該怎麼講 或者講什麼 是陳正惠 我覺得這是有問題 這是有問題 他們會互為證人 就是我可能變成你的證人 對 共同被告 所以他這一次的答詢 到底是證人的身份 還是被告的身份 就有什麼不同 如果這個事情要繼續追究下去的話 應該會有一些律師 會有點事情 我覺得 如果在美國 我看過一些case 檢察官會 余知他們 就是第一次調查庭以後 回去以後 你們之間 不能互相接觸 不能互相接觸 那這個是明顯接觸 好這個 會有沒有意見 壓起來就好 沒有這個 基本上 沒有我剛剛為什麼說 不能講它是串政會議 就聯合討論會 為什麼標題不能寫 周周串政 你寫啊 你看會不會收到純正信函 馬上就來了 基本上這些律師啊 是同一個系統出來 萬國系統出來 陳彰岳 陳濟勝 范光群 顧立雄 還有後面的鄭文龍 都一樣的 這同一個系統出來 那陳彰岳跟陳濟勝 在法界的地位說 那我來開個會 把你們通通叫來開個會 你說他在裡面幹嘛 誰能證明 陳正會有辦法舉證說 欸他們叫我 他沒有會議紀錄啊 在陳正會 我們看媒體報 陳正會的這個 法庭的供詞是 林德遜 馬永成 叫他做偽證 林德遜跟馬永成 所以要扛責任的是誰 是林德遜跟馬永成 而不是這些律師 那這些律師 尤其陳正會的律師 後來陳正會把他解除為任 因為本來陳正會的律師 是阿扁請的 我不要 我找那個林達傑律師 在幫我辯護 為什麼 為什麼馬永成跟林德遜 還是用以前這個阿扁的那個 李聖稱 還在幫他辯護 李聖稱就是去年 八月突出的那一個嘛 他在八月十三號出來講說 一週刊亂寫 告一週刊 八月十四阿扁馬上就道歉了 他就昏倒了 所以我說從律師團的陣容 那我回到十五名說 誰敢去辦這些律師 誰敢 林秦剛會不會 比較了解一點 我跟你講很多人都用講的 講就是頭 我不是說他們一定怎麼樣 誰去查這個事情 講去年 鄭文龍律師跟譚虎律師 夠不夠離譜 譚虎夠不夠離譜 非常是離譜阿 然後呢 然後沒事阿 鄭文龍夠不夠離譜 很離譜阿 又怎麼樣 你也不敢怎麼樣 所以檢方對律師 是完全沒責的嘛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辦法 因為律師他們是一個很奇怪的團體 而且陳傳韻他以前也是這個 那個全聯會的理事長 就現在顧立雄的位置 一帶接一帶有沒有看到 一帶接 所以基本上 算了啦 我說實在話 我們律師借實務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 不可能嘛 東豪兄都講了 舉證很難很難很難 那就大家看看笑話就好了 基本上不會有人去查的 你說特產組敢分案查嗎 不可能 北檢也算了 算了 都是學長學弟啦 那我請問你 你如何定位這樣的會議 聯合討論會 其他案子也會開這種會 就策略會 他的意思是說 實務上每一個案件 律師都是這樣聯合開會 互相討論 就算沒有來也會打個電話 或見個面子 會說你們等一下講什麼 但是扁案的當事人 並沒有委託任何一個這個律師 是沒有委託他 所以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義務性質的策略會議 你說這幾個律師是 就是律師啊 就是他的委任律師啊 都是法庭上的委任律師啊 只有陳濟生跟陳傳韻 因為是以 跟他沒關係啊 這是馬勇陳寧德遜的委任律師 然後這是陳振惠的委任律師 就是他律師才能教授他周為證 那當然 對 你今天陳振惠覺得 跟陳代表很好 你把那個 那個陳證會找來 你語氣要這樣說 說不算喔 你也是教授啊 為什麼一定要律師 不過我是覺得說 到扁案上一審 雖然快要宣判喔 可是 事實上這種類似的會議 還在繼續進行 上次我進來 應該是林德遜還是誰講到說 那個 像他們幾個現在扁案 這個一些被告之間的一些 在那個時候 那個叫他結問之前的一些問題 才要經過陳濟生裡面過目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但是 因為他們司法界的備份很高啊 我看蔡守勳 大概也不太敢碰這一塊 那不曉得 司法院的 告發他們 不曉得看司法院院長 或者是誰 有沒有辦法這個 導致一下這種風氣吧 因為這個風氣 畢竟是不對的 這是一個風氣問題 不是 我跟你講喔 有些東西喔 他們這個學法的 光一瞄就知道這個案子 動下去能動的結果 有沒有結果啦 就是上次大家經常 大家現在還在吵的 司法院高層法務部什麼先進 學者 學者不要跟我講 因為學者嘛 司法院高層法務先進 那天不是講嗎 當天晚上就要把名單查出來 怎麼會查得出來 公布沒有 弄來半天沒有查出來 好 沒有查出來 現在大家都叫 你們要把名單找出來 法務部有沒有找 司法院有沒有找 我那時候就主著 我說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但是呢 會不會找 我就預判不會找 因為你就問明德遜 他到最後又說未了 喔不是這樣 問陳水北 他說是行政幕僚建議 但是我認為是有 而且有開會 那到底是陳水北的意思 還是學者的意思 還是司法院法務部高層的意思 把它核定為絕對機密 我認為如果 二七二六二六二七 六二七二六二七二 解釋出來 有絕對機密以前 陳水北當然也會想到 人家給他宣撤 他就把它核定為絕對機密 讓你訴訟難以進行 法務部高層 司法院先進 真有參與歧視 而是經過他們宣撤的話 是不對的 如果他參與會議 主張總統不應該這樣做 他是對的 他見面是對的 要看內容 我說為什麼查不出來 第一個 你就是查出人來 你也沒有內容 所以無從辦起 在你就算找到人 你都辦不出來的情況下 你會不會去找人 所以連人都不必找的原因 就是說我下去問當事人 就算找到了也辦不出來 對 沒有內容嘛 沒有錄音也沒有會議紀錄 你找到都辦不出來 只好不辦 那因為你找到的話 他如果告訴你說 我是建立總統不要這樣做的 你怎麼辦 他是 他反而是對的 所以這種東西 我早就研判過 根本就是傳過水無痕 結果是不是證明我這樣研判就對了 還沒有到那個地步 這個6月24號林德遜講這段話之後 司法院是沒有做調查 司法院只有泛光群前秘書長 泛光群跟陳傳越 他們都是萬國系統的 泛光群有call in到友台說 我沒有 不是我 泛光群是否認的